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房地产业迎来了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第二春 大量国际国内资本通过各种白色灰色乃至黑色的渠道 涌入上海房地产市场 这座东方大都市迅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工地 澎湖区被大规模拆除 两层专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 一个接一个建起 地价的飙升让中外地产企业 以及上海地方政府因喜不宜 也都让担任招商局会办 同时已经在上海团地三千亩的徐润 看到了商机 各位欢迎继续收看电视纪录片中山人在上海 现在我们继续来讲一下徐润 徐润买办出身 现任轮船招商局会办 茶叶大王 上海滩巨商 在他的诸多名头当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地产大王 他的房产可以说是遍布天津 唐沽 广州 镇江等口岸 房地产的比例在个人的资产当中高达65% 当年的一个徐润 简直是可以跟今天的黄石 潘石瓶 逢伦比美 现在招商局的业务步入了正轨 盛孙怀又因为两年前被人参咒离开了招商局 总办唐庭书又经常忙于国外的事务而不在局内 徐润似乎成为了招商局的实际的一把手 1882年的这一轮暴障的房地产行程 究竟会将这位房地产大亨带向何处呢 徐润早年在宝信洋行担任总买办的时候 就谋上了上海滩的地皮生意 当时宝信洋行行主韦伯曾经同徐润讲 上海事免此后必大 与于地产上颇有大致 再供授予 如阳子江路至十六普地场最庙 此外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 可接通新路北门至美租界各段地基 尽可有一门至一门 在伟伯的古洞下 徐润只要有机会就收购地皮 到了1882年 他名下已经购地三千畝 其中建筑楼宇有三百二十畝 造洋房五十所 楼房 平房 临街馆等两千余斤 年收资金十二万两 1882年2月4日 徐润听到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上海之苑莫长之要重新增量土地 距离上次增量土地 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 在这二十年间 曾经荒谋的外滩一带 现在已经是商家混习 汇丰 怡和纷纷在这里扣置不动产 今后将延续百年的外滩辉煌 已经是初露端艺 上海之苑看重的 正是由此带来的巨大升值潜力 对徐润来说 地租价格一定还会上涨 一夜暴富 简直就是指日可待 重新增量土地是什么 事实第一个就是要提高地租 第二个就是收一些相关的税 莫长之一则短短的苑牙公告 扰乱了宁静的上海滩 鸦片战争之后的1845年 外国在华的第一个租界在上海诞生 英国人在这里大搞房地产开发 将租界地的价格每亩炒到1万元英镑以上 英国人的疯狂举动 吸引了全世界资本涌入上海滩 就这样地价不断飙升 巨大的利润全部都落入了洋人的荷包 而苑牙财政却是营救维持当年的 每亩1500元的价格 上海资源重新涨量土地 也就意味着要俯口笔牙提高租金 它是当时中国的最大城市 所以地价就爆弹 然后商业非常的繁荣 它觉得这个时候 重新账量土地地主要上去 那么我就应该去囤地 就像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 我一定多拿地 拿来即使我不开发 它地主它等等地价都会上去 公告一出 上海滩一片蛙烟 手中持有资金的富商 开始吸纳土地 准备利用政府帐量土地期间 进行倒卖 这样一来 租界地价迅速上涨 洋树埔一带 每贸由七八十两银 上涨到二三百两银 新乘路一带由一百两银 上涨到五百两银 而这些日进斗金的富商当中 也都包括徐潤 在当时大多数买办 虽然是家财万贯 享受着远高于普通人 甚至是朝廷官员连身 但是他们一般对不动产的投资 并不热冲 即使是涉足 也都无非是买块农地 过下做大地主的人 徐潤投资商业房地产 算是比较前卫的了 这个也是因为他年轻 听了别人的建议 徐潤和外商联系密切 总能够事先了解一套 租界的规则 从而 预先在规则当中的CBD 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商务区 又或者是交通要道的两侧 以低价买入土地 团职谋利 不过房地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 要在上海滩和国际大资本 同台游戏 徐潤的实力 还是弱了少少 它需要依靠金融杠 进行融资 徐潤公司名下房地产的总成本 为220万两白银 总市值为350万两白银 每年可以收租金12万两 回报率约5% 在当时高利泰盛行的中国商界 这一投资回报率算不上丰厚 徐潤所图 无非是凭借地价飙升 来获得丰厚的利润 看重的还是炒地皮 但是这个蒸蒸日上的景象 对于徐潤来说 已经不可以让他满足了 因为你图地 你要把它变现的话 不然的话你就死钱了 那开发房地产可以变成火钱 在1882年 除了一轮暴障的房地产行情 股票市场的表现 也都让人血脉喷脏 这一年前后 徐潤所在的轮船招商局 在顺利吞并了美国旗窗之后 业务呈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不单只还清了所有的欠款 盈余还超过了一百万两银 成为了清朝规模最大 效益最好的民营企业 他的轮船 还试航英国伦敦 以及美国的檀香山 旧金山 一时间气势十分张扬 以轮船招商局的轻盛为标志 羊毛运动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就是说能源板块和航运板块 都是当时最来钱的 因为它是垄断行业 垄断行业 谁都知道肯定发财 在股票市场上 前几年 还是无人问津的羊毛企业股票 现在则成为了抢手货 182年9月27号的新报上 刊登了一则新闻 列举了羊毛企业的股票价格 其中轮船招商局的票面额 为100两的股票 市价已经是到了253两 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 以及人工工资进行核算 一两百银值人民币60元 也就是说当年招商局的股票 已经上涨到人民币15900元一股 当时招商局初创之时 隋润是最大的股东之一 唐庭书、李鸿章、盛孙怀等人 都占有相当比例的股份 这番牛市行情 被他们带来了 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 发100块的话 可以卖到250多块 250多个白银 大量的洋务公司的股票 在上海做交易 另外一方面 整个白银的 全球白银的交易 在上海做 然后房地产的爆炸 招商局对股东不菲的收益回报 不断激发着华商的投资疫情 不单只使自身股票市价日彰 而且激发了华商对其他洋务 民用企业股票的认购兴趣 使1882年成为了19世纪上海股市 最火爆的一年 上海机器积部局 开平抗务局 湖北长落同亢 热河平存同亢 市价分别从发行价100两 降到了110两 216.3两 168两 256两 从182年到187年 在新部上罕载过股票买卖价格的 共有36家企业 他们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粉制企业 从这些股粉制企业的行业分布可以看出 采矿等资源性又或者是垄断性的企业 一直是中国公司利益价格重组的一个主题 仰慕企业的官方背景 让这些企业和权力的核心 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李鸿章和孙宣怀这些人是认为国家主义 就国家要控制力量来做 所以不断地就是国家要强大 就要集权 集权的话就要控制这些资源 所以国有资本的手就会控制在那个地方 地产重新洗牌之后股票飙升 这个让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洋务企业 似乎看到了无限的前途 也正在这个时候精明的隋润心动 想在房地产上大展身手 但是冷静的郑观应就看到了危机 中山人在上海稍后继续 郭外东实地景湖城 全新湖景楼黄 观栏 样板房 性带开放 85至1886平方精品单位 现成接受VIP登记 除楼顾重2000元每平方 奢华装售 88588868 洋务企业集体实现了全线飘红 长久以来 黎曼在万青的消极氛围得到了缓解 1882年6月9日的新报 发表评论文章说 现在互相风气大开 每一新公司起 千百人增购支 以德股为行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新上市的股票被抢购一空 随润设想 如果可以利用股票 与房地产上下联手 踩准节奏 用这边的钱 找那边更多的钱 必定会有丰厚的回报 按照预定的设想 随润的房地产资产 只要一经上市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融资方式 既然现在房地产行业 实现了井喷 就要乘着这一轮地产股 行情正旺的时候 杀入市场 等待着随润的 将是不动产 和金融资产 共同增长 不过这一切又会不会 好像他想象当中那么顺利呢 那看到这里 或者有人会感叹 一百多年前的这些商人 夺取财富 玩转市场 并从中获利的能力 真是毫不顺息于 现在摄测各类排行榜的富豪 其实呢 距离故事发生之时的1882年 股票这个新兴的事物 在清朝只有短短的三十年的历史 那为什么大清子民 可以这么快接受 股票这个新鲜的事物呢 又是什么力量 造就了这一波的牛市行情呢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已经出现了股市 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 从事外企的股票投机 后来一些中方买办 看到了有利可逃 也都加了进来 唐廷书和徐润在担任洋行买办期间 就购买了大量外企的股票 而随着洋务企业的纷纷上市 买办和洋务派官员 就成为了第一批靠股票付起来的人 汉阳铁厂原始股 造商局的股票 它还有沙场 布场 市场 还有克力酒店的股票 还有酒店 还有酒店 它股票多得不得了 李永当本人有多了 但在我们李家的后代 持有庄商局 开屏幕 后来叫开罗美矿 这些股份是有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更何况是一个炮火连天 饿嫖遍夜的时代 富豪简直比八股科举更具有榜样的力量 过几年 清皇朝自己发行了股票 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 没几年就将控制大清帝国航运权的 美国旗枪吞并过来 不单止让大清帝国很有面子 更是让帝国在商战中再现天朝大国的威风 这个招商局 还是一只懂得生金蛋的鸡腩 从成立的第二年起 就按照章程规定 每年发放百分之十的股息 并且不理经营状况点 此后的股息都无例外地照章发负 这个简直就是包赞不赔的买卖 前面已经有榜样了 现在又有不断分红的清政府的企业 现在不买入 更待何时呢 它有两个好概念 国有的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 比如说开平默默他是能源 能源的概念很好 还有招商局还有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航运 这都是很好的概念 但是大量的中国资本在找出路 有一批人先富起来 不管他有什么手段 他已经先富起来了 那批人的资金都会拢到了上海最后 因为拥有万国的租界 当时上海的金融水平 已经发展到相当发达的程度 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 只要是有钱的或者有权的 都来到上海避难 并将其资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上海似乎成为了国中之国 那个时候在上海迹内的巨资 都纷纷在寻找投资 说那个炒股票在清炒 跟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在茶馆里边消息满铁飞 那个龟哥小姐 这个富家太太们都去炒股票 不过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 双双实现井喷 究竟是大清旺朝 痞极太来 还是背后另有阴谋呢 面对股票 大清帝国的官员和老百姓都疯狂 在他们的眼中 股票就是只赚不赔的买卖 同亲戚朋友借钱都要炒股票 老百姓对金钱的渴望几乎是疯狂 面对着扶摇直上的股价 谁又可以拒绝诱惑呢 在资本和欲望面前 拖着场边的中国人 和短发的洋人 穿着光鲜的中产阶级 和短打装束的范夫走出 一起忽略了代表着阶级的不同外表 对各类新股增相新购 一时间只要是股票就被人一抢而空 但是在这个全民为股票而疯狂的过程中 招商局总办的唐庭书却是警惕 并注意到了一份报纸 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个就是新报了 一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版面写股票 就是在这个中风的时候 会有一些写一些股价 这一周大概是多少钱一辆 多少钱一辆这样 他到后来他就会在报纸上 就会出现灯在一些什么呢 就是评论 这一天唐庭书来到了徐润府中 同他讲这段时间以来自己的担忧 按照唐庭书的设想 这个庄家的操作思路 是找大盘蓝筹股 即优股 分红的股票来进行炒作 这些股票的市场形象不错 炒作起来容易吸引市场跟风 在煽动股民情绪方面 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通过高抛低级的策略 先买入一定数量的股票 然后将股票价格拉升 拉高到一定的高度 刺激了股民的信心 就开始抛售让大清的股民截盘 不知不觉间 完成对羊毛派股份制企业的操纵 接着唐庭书拿出好几份 1882年各个月份的申报 一一同徐润说明 1882年1月27日 宜和洋行新设保险公司 招集股份一万股 每股250元 先付50元 据民此次招股 本已上海招集二千股 黑瓜号附定者 民有二万股之多 1882年6月9日 自今日而风气日开 华人皆知股份之益 大有精精日上之势 轮船招商局为创支 自试以后 保险 积布 电线 煤矿 莫不踊跃增先 1882年6月13日 即西人创开支公司 华人亦有投入股份 并有因不得投入而心之不悦者 比如说他们一开始的评论是什么 说这个中国人太傻了 不会炒股票 说炒股票实际上也就是爱国 你们中国人买了股票 就是支持中国的企业进行发展 那实际上对于比如说 像招商局公司本身卖股票的话 那是对公司的发展 在这几份报纸当中 股票被描绘成一个新兴 而且包赚不赔的投资渠道 大量的民间资金 已经涌入了这个市场 更多的资金 因为没办法进入而悔恨不已 对于拥有20多年洋行买办经验 在商界历年已久的唐庭书来说 这样的乐观情绪 与其说是一个美梦的开始 不如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唐庭书怀疑 这一轮股市行情 和申报之间 似乎有着千丝万流的关系 从182年开始 申报陆续推出了 关于股票的小专栏 成为了现在证券类报纸的 开山秘组 但是申报的老板 并不是清朝的子民 而是英国人安纳斯托美茶 当年美茶贩卖茶业和面报 亏了不少钱 他的买办 陈更新跟他说 智林西部中的中文版 上海申报很赚钱 于是美茶拉拢了三个美国人 集资买下了这份报纸 后来他又将美国人的股权收购 成为了申报唯一的股东 那美茶在其中扮演了 怎样的角色呢 这一切究竟是市场繁荣的正常表现 或是幕后黑手操控呢 面对唐庭书的怀疑 隋润有些不以为言 在他的眼中 申报鼓励民众购买股票 只不过是正常的常规报道 最多也就是申报收了企业的好处 帮他要害几声 找回一些广告费 面对这一番难得的房地产 和股票的商账行程 这个时候 隋润最担心的是 如何让自己的资产 最快并且最大化地增值 几个月之后 一个找上门的机会 来到了隋润的面前 他的赚钱大计 难道真的可以实现吗 敬请留意下一集的 《中山人在上海》 没人想到红顶商人胡雪岩 豪岛生思失败 竟然会成为一场 金融危机爆发的渡火线 轮船招商局遭受重创 从此一决不振 但是《香山买伴》 在这一出中国近代商战中 表现出来的超前的商业意识 和实业救国的思想 依然闪着着耀眼的光芒 明晚《中山人在上海》 买伴与商战跟你讲述 被清扑上海 青这址计本夏中 川岸招商 María 飛行 稍微 冠冠冠球 当面 感谢观看